那么当局是派出直升机空投了2000多公斤的胡萝卜 给幸存的动物来使用 吴伟雄的栖息地已经有三成遭到烧毁 澳洲的国宝吴伟雄可能会被列入 濒临绝种的名单 一箱箱胡萝卜地瓜全搬上直升机 澳洲救难队员要抢时间展开空投救援 这箱胡萝卜在指定地点上空进行空投 算一算过去一星期已经投放2200公斤蔬菜 给在野火肆虐下幸存的野生动物食用 只见小袋鼠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啃食萝卜 看得出这些动物真的饿坏了 但还有更多动物逃不过这场生态浩劫 纽约时报就形容这宛鱼是一场生物末日 就以新南威尔斯省来说 近三分之一也就是8400只无尾熊葬生火窟 专家这忧心不止无尾熊可能面临 濒临绝种的危机 如果野火继续烧至少10亿只动物难逃火结 救援捐款任养 全球各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要抢救可爱的无尾熊 但不少热心人士看到烧伤口渴的无尾熊 都会像这样拿水瓶灌水 无尾熊头部后仰饮水和一般低头舔水的方式不同 反而容易让水进到肺部引发吸入性肺炎 像是这一只带着呼吸器的无尾熊阿尼 就是因为错误的救援方式而不幸死亡 澳洲野火烧不停 温馨拍下了缩时影像 可以看到东南部地区不时出现点点火光 直到12月火光密度更高 看得出多地遭受野火威胁 虽然预测未来星期都会有显著降雨 有助缓解野火灾情 但当局也忧心可能会引发土石流危机 水火无情四个字 澳洲人现在铁定很有感触 记者最后报道 菲律宾旅宋岛的塔尔火山 在星期天突然一下 喷发了大量的火山灰和高温气体 直冲15000公尺的高空 还伴随着阵阵的闪电 景象相当吓人 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迫关闭 而我们的华航和长戎班机起降 都受到影响 也因为满天灰烬 能见度几乎是零 至少有一个人在撤离的时候死于车祸 大量农烟和火山灰 伴随高温蒸汽直窜 15000公尺高 景象触目惊心 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65公里的塔尔火山 12号下午濒临爆发 火山战动和有感地震频繁 甚至出现雷电交加 闪电从天空披下炸裂 在烟雾中穿梭延伸 一波接一波 犹如灾难电影中的末日景象 吓坏民众 当地8000多居民紧急撤离 还有30万人等待疏散 在满天的烟尘中逃离 从头到脚会扑扑 丢水洗去脸上灰尘 车身 车窗也积了黑黑一层 由于距离首都圈极近 让菲律宾当局大为紧张 马尼拉国际机场 因为火山会覆盖跑道 被迫关闭 股市暂停交易 全面停班停客 马尼拉全程戒备 塔尔火山位于旅宋岛 是热门的观光景点 湖水环绕火山地貌壮阔 而且山中有湖 湖中有山 被比喻为火山版的俄罗斯娃娃 层层都有惊喜 作为全世界最小的火火山 也是最亲民的火山 只有311公尺高 没有登山经验的人 也走得上去 吸引许多人慕名前来 你肯定会在这里的酸酸酸 或什么的酸酸 肯定会在这里的酸酸 肯定会很强烈 波塔其实是全世界公认 最危险的火火山之一 从1572年有记录以来 已经喷发33次 造成5000多人死亡 沉没了43年后一系撼动 13号更出现数次 岩浆喷发和熔岩喷泉 飞过官方一下子将火山警戒 拉高到第4级 警告未来数小时到数天内 都可能发生危险爆发 造成周围湖水剧烈震动 甚至引发火山海啸 记者寓意 林杰伦报道 眼看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进展缓慢 美国白宫已经主动与北韩联系 试图再让无核化议题 重回谈判桌 美方强调金正恩并未如预期 送出适射飞弹的液弹大礼 因此认定双方关系 仍属于正面状态 澳洲雪梨致名打卡热点钻石弯 圆米21岁的英国女飞包客 竟自行翻过围围 坐在悬崴边 想要跟日出美景自拍 结果不慎从30公尺高处 坠崴癌身亡 这也是当地半年来 第二起拍照坠崴癌的意外 印度南部两栋滨海公寓大楼 因为被当地法院裁定属于违建 当局于是展开爆破拆除 在爆炸声响后 现场慢起大量烟尘 不少民众也在远处直起 大楼崩塌 被移为平地的壮观瞬间